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下金高颖 还有孔刘 他们各自的命格都已经分析过了 来看一下河盘 这对CP组合 在一起怎么样 南方是79年7月10号出生在釜山 女方是91年7月2号生肖都是羊 星座都是巨蟹座 所以他们必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先看一下塔罗命盘 南方是7号站车 女方是2号女祭司 明显是一张阳性牌一张阴性牌 南方是站着女方坐着 南方是身穿盔甲前去战斗 女方是 身披这个柔软的外袍吧 坐在这边 看上去很柔和 所以这种阴阳互补 在事业上一般来讲 是比较合适的 一个是外面 一个是内 那从情感角度来讲 他们 都是巨蟹座 那巨蟹座的话 个性上 也有一些相似 容易彼此理解 巨蟹座共同的特点 在于是重视情感的纽带 希望感情的稳定 或者说安全感 重视情感的交融 这其实挺好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在一起合作 包括在一起生活 都算是比较合适 但有的时候可能 正英王 往往是因为彼此 比较了解对方 可能 情感的 过于细腻 敏感 就是在情绪上 容易互相依赖 就是在那普通的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 一对普通的情侣 是这样的牌的话 就是在情绪上 过于依赖 彼此 反而 给对方容易造成一种压力 就像有的人 总是想 无时无刻的 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 每天做什么 很容易给对方造成压力的 这种的话呢 反而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这个 独立性 会更好 然后 正英为 过于的 巨蟹座 水象星座 相对来说的话 情感 是比较 所谓的比较感性 容易误解 或者说情绪波动 引发一些冲突 这是从星座来分析 然后从这个 刚才排面上来讲的话 这个是蛮合适的 一个 杨性的 一个是在外面的 一个很明显是在家里的 男主外 女主内 这种看上去特别和谐的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挑战 再看一下 命格 南方是一个 79年 几位年 然后这个是新位 路旁土 天上 天上火 火生土 可以 没问题 南方个人来说的话 是笔节过多 笔节 克才 婚恋方面肯定是不吉利的 或者说不是很顺利的 他到目前为止 好像是没结婚吧 不结婚好像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善良 不去 这个 连累别人 因为笔节多 必然是对另一半 可能缺少这种关怀 缺少这种关心 这个不是说能不好 个性当中带来的 可能 主动于或者说 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件事上 比如说 在工作上 或者在其他方面 在情感上 就 不是特别的在意 然后女方呢 一看这个伤官加偏硬 个性也是一种 比较的 可以理解为偏激一点 或者说比较的这种 情绪化一些 有的时候也容易伤人 那合不合适 在事业上面肯定是合适的 为什么 因为南方肯定是以心经为用嘛 女方的这个有这个偏硬 经的这个用神 刚好 有一种互补 就女方加强这个南方的这种气势 这个是好事情 那从情感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 上官 卫土 被合住了 肯定是女方婚礼也要晚 也不算好 但是情感来说好不好呢 因为物影为成乡土 鬼有见风筋 见风筋 看上去是相生的 按理说挺合适 但是他的这个 土太多 明显是偏弱 在这这么多土的话 压力过重了 反而在情感上就不太合适 如果是在工作当中 事业当中是合适的 可以一个是领导 一个是这个下属 或者说一个是主导地位 但可能多数是 因为他们的职业呢 是演员嘛 可能是这个情侣 这种 事业上倒是挺合适的 相关 代表是个人的事业发展嘛 表达 情感的表达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情感上 就不太合适 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当朋友 没问题 从这个来讲的话 也是 一个男主外 女主内 想象一下 一对情侣 或者说一对夫妻也好 一个是常年在外面 一个是常年在家里 一个住不出户 一个天天在外面 看上去好像挺合 但反而易的时候就容易出问题 有隔阂嘛 因为女方 一黑一白啊 两根柱子 容易情绪化 而且是 这个 月亮一样的 也是在脚边 是防卫的武器啊 这个呢 是身穿坚硬的盔甲 也是一个月亮 也是武器 所以这时候达到一个点 就像有的夫妻 看上去挺合适的 外人特别羡慕 但实际上呢 在家里就没什么话讲了 贵律的理性啊 就能产生这种情况吧 这是题外话 从明哥角度来讲也是啊 在事业上合作 挺好 但是从情感角度来讲 就不合适 这个意思啊 南方好像目前为止 没有结 应该是没有结婚吧 今年是贾成 明年是这个 以示 丙伍 丁卫 他肯定是一位好演员 事业上能够成功 在情感上不是 不是很有力 女方也是如此 伤官出现 为何自身得不到啊 那今年是这个 伤官客观啥 今年肯定有感情上的风波啊 对女方来讲也是如此 那你说这个灾气吗 可能性不大 彼此事业 都比较有利吧 感情都不是很好 当朋友非常有利吧 也就是这些啊 只是简单的分析吧 希望他们各自安好啊 对吧